昨天其實是我睡過頭 所以我就比較沒有什麼打扮 吃飯吃到一半 然後我們想說 我們想要外帶那個咖啡 外帶咖啡是要收那個 外帶費用 然後結果他跟我說 喔沒關係啊 不用收你錢 我想說 為什麼啊 你是姿婷對不對 我想說 天啊 家裡被認出來 然後就覺得很酷 哈囉大家好 我是幽靈水晶的簡姿婷 Baby I really need somebody I really miss you touching I really need you right now Baby I really need somebody I really miss you touching 我快要被你瘋到 Jay you it's the end I don't even know how you do it like that 進入我的洞 加入我的派對 因為我覺得 對於我來說 就是必須緊張的心情 就是開心跟興奮會比較多 因為就很想趕快給大家展示 我們就是準備這麼久的舞台 然後很開心就是 能夠成功成功解鎖 其實我們蠻緊張 因為我們也是到 前一天才成功解鎖這個舞台的 所以我們一直是抱持著 其實不太知道自己可不可以上台 所以能夠這樣上台 然後表演給粉絲看 當下是蠻開心 而且也有看到 現場有來支持我們的粉絲 就是 你比較心中其實比較沒那麼踏實 就覺得說 我們真的就是上舞台了 然後也有粉絲在支持我們 所以比起緊張心頭 我覺得更多是開心跟 就是興奮的感覺 現階段的話 給自己打 滿分一百的話 我覺得給自己打七十分 我覺得就是 可以給自己比較多進步的空間 然後就是也希望自己可以 其實對我來說 唱跳就是在舞台上 這麼真實演出 對我來說是一個 滿就是 跳出舒適圈吧 因為其實以前 也是比較專攻舞蹈部分 所以就是唱跳這件事 對我來說 是一個新的挑戰 然後其實看到自己 有這麼樣的表現 還是可以打個幾個分 就是幾個高一點點七十 然後後面就是留給自己 可以進步的空間 就我覺得 因為大家可能 頻率 這叫頻率嗎 頻率很相符 嗯 就大家 平常 私底下都比較 愛 就是 嗯 比較搞笑 比較吵 這樣 就也 就是沒有那麼 看起來那麼高的 其實一開始我見到團員 我是覺得 哇天啊 大家看起來都好高的 就是 感覺很難 很親近 什麼的 結果 其實大家相處起來 氛圍都還不錯 其實我就對 公子萱印象客戈相客 嗯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 蠻喜歡AKB 就是 這樣 然後就是聽說 就是 AKB也要 子萱也要加入我們團 然後 就 哎呀 滿開心的 有那種 見偶像的感覺 哈哈 他私底下真的很像那種 很像那種 少女漫畫的 女主角的感覺 就是 對 對 對 然後我就 哇 真的 理想型的感覺 其實我平時私底下也會 做一些比較酷帥的風格 嗯 就是什麼都嘗試 然後慢慢找到自己 就是適合的 而且 就是因為我 個子比較娇小 所以可能 嗯 我會比較常穿 就是可能短板的衣服啊 就是可能那種大T恤或什麼的 我比較沒有辦法駕馭 但我覺得真的要找到 適合自己的 譬如說 適合我的穿搭 不一定適合 其他人 所以我覺得就是慢慢摸索 然後 就覺得說 其實也可以問朋友啊 然後就說 欸 我穿這樣是不是好 很合適啊 他們一定會給你就是 最直接的意見 要不然就問 家人 他們肯定就是 會給你就是 最 最好的建議這樣 那天其實是我 睡過頭 跟我朋友約出門 所以我就 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什麼打扮 就是我就穿得比較素 然後也比較 戴個眼鏡 然後戴個帽子 那邊去 然後想跟他吃個飯了以後 就這樣跟他吃個飯 吃飯吃到一半 然後他們想說 我們想要外帶那個咖啡 因為沒有喝完 然後就跟我們就跟他們說 欸 外帶的咖啡 然後他原本說那個 外帶咖啡需要收那個 外帶費用 然後我就說 喔好啊 那多少錢這樣 然後其實他跟我說 喔沒關係啊 不用收你錢 我想說 為什麼啊 然後我就 我就說 喔真的嗎 謝謝 然後他就說 你是芝婷對不對 我想說天啊 這樣也被認出來 然後就覺得很酷 其實我有選一個出來 但我還沒有公布 因為其實我自己還在那個 還在想 喔最後決定呢 大家的那個 我的粉絲名呢 大概就是叫做 芝心 芝麻的芝 然後心臟的芯 但也是那個 披薩裡面那個芝心 但也是就是那種 嗯 我跟你們 嗯 同心的感覺 所以叫芝心 耶 那我們上週呢 已經結束我們的 初舞台 Vily這首歌 已經在各大平台 都可以收聽囉 然後在YouTube上 也有舞蹈的純香版 舞台的純香版 大家也可以多多分享 我們也開心呢 我們最後一次的 解鎖任務 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到 冰放上面 留言 按讚 分享 都可以累積這個熱度 然後為我們結束舞台 這次呢 需要大家比較 多的應援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 幫我們多多分享 支持我們幽靈水晶 謝謝大家